今天的依次国股推荐是比亚迪1211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早选选原因 就是内地的政策不断推动新能源车发展 将会启动公共车辆电动化试点 开展新能源车下乡 11月的新能源车零售销量达到37万8千架 按年增长1.2倍 按月增长超过1.9 当中以比亚迪的超过9万架领先 是新能源车板块首选 数据显示比亚迪11月价销量维持高增长 新能源车销量9万1千多部 按年大幅增加2.4倍 其中搭载刀片电池价高端旗舰汉车型再创历史新高 11月价销量按年增长2.7 连续3个月破万部 比亚迪的估价近日250元失而复得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货 没有货者建议在255元附近买入 目标先看320元跌穿235元有减持 现在可以П缴政府冷却无法 好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